她是镇上最可怕的笑花 只要有人被盯上 那个人就惨了 一晃十年过去女人的报应终于来了 自己与小鲜肉的不雅视频竟然被人拍下 生怕事情败露的她本想一死了之 好巧不巧被父亲撞见 万般无奈下笑花不得不把视频的事情告知父亲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父亲 只能先安抚要亲生的女儿 随后便联系阔泰商议对策 就这样一场更大的阴谋也拉开帷幕 而见过笑花父亲的梅姨 开始怀疑起她与丹妮关系 因为多年前梅姨亲眼所见 笑花父亲与丹妮母亲举止很是亲切 她便趁笑花父亲走后拿走杯子送去化验 当检测报告打开的那一刻 梅姨的神情证明了一切 丹妮看着99%的匹配值 让她不可置信 她接受不了亲生父亲是自己的敌人 更无法相信竟然与霸凌自己的笑花是同父一母的仅 情绪崩溃的丹妮 最终在林默的安抚下才缓解下来 为了解真相 转天丹妮便与笑花父亲见了面 将一个文件带交到她的手中 笑花父亲看过后惊讶万分 一脸紧张地叫出丹妮轻辱的名字 本有所犹豫的丹妮听见母亲的名字 她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与自己的关系 随后一员虚情假意要接丹妮回家 丹妮虽拒绝 但心中还是一股暖流涌态 本以为找到亲人的丹妮却不知 她已经掉入别人的陷阱 就在当天下午 丹妮就来见了笑花 一改常态要与笑花冰势前写 并且表示自己已经放下仇恨 不愧再挑拨她与皮特的感情 一头雾水的笑花却不曾相信 就这样曾经的仇人此刻也都在各怀鬼胎 虽然丹妮从小很渴望得到父爱 但站在笑花父亲面前却丝毫没有亲切的 丹妮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她不得不亲自寻求答案 丹妮将笑花父亲约到餐厅 表面是一叙妇女前缘 实则是另有目的 当笑花父亲起身去卫生间时 丹妮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利袋 将笑花父亲用过的餐纸带走 随后便来到检测中心 紧接着取出自己的口腔粘液进行检测 工作人员办事也是尽心尽力 当检测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丹妮彻底如释重负 她恍然大悟 原来一切都是笑花父亲 为保护笑花而编造的假象 回忆笑花父亲虚伪的嘴里 丹妮心中愤恨不已 而刚刚与丈夫和好如初的笑花 正在如胶似漆地躺在皮特怀中 突然笑花要送皮特一份礼物 就在她走后 皮特也收到一条视频消息 打开一看正是笑花那条不雅视频 她立马跳下床 质问笑花与男人是何关系 突如其来的事情让笑花不知该如何解释 她只能苦苦哀求丈夫相信自己 但气急败坏的皮特却一刻忍受不了 她便将笑花赶出门外 然而二人争吵的整个过程 全然被丹妮所听见 就在笑花走开的那一刻 丹妮直接冲进屋内 她本想成虚而入可换来的也是皮特的趣味 然而转天烂醉如泥的皮特让她抓住了机会 当二人再一次接触时 皮特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被赶出家中的笑花整日都在试图联系着丈夫 但得到的都是丈夫的置之不离 她也再一次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她不得不不寝而归 可打开门的那一刻 却看见了不堪入目的场景